古堡家商去年勇奪了高中棒球木棒佐联赛冠军 而获得最佳投手了林盛恩 但年终是和美职的新兴纳提红人队签约 开启旅美生涯 林盛恩在下午的时候出席了今年联赛替者会 来分享经验 他自认旅美半年的最大成长 是学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古堡家商棒球队二刀流队长陈穆恒 代表全队宣誓联霸决心 去年球队夺冠大功臣之一学长林盛恩 出席今年高中棒球木棒组联赛记者会加持给力 每个高三的最后一个大赛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那时候是想说就是所有的经验 然后一次展现到木连这个比赛 高一就意识到这个比赛重要性 所以当然比这个比赛的时候会全心 在平常练习就会全心全意在这准备 去年联赛后林盛恩被美职星星纳迪红人队 以一百二十万美元签下 开启旅美生涯 他说木棒联赛是高三最后大赛 让自己学会克服紧张 这个经验在美国很受用 林盛恩说高中时教练都会提点 但去了美国不能被动等待 有问题要开口 更重要的是学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也对四十五只参赛精英说 不管球探有没有在场 把平常练习的展现出来就对了 记者林小慧 沈志明台北报道